男人为了红女朋友高兴,不惜重金买下这款豪车,带着女友去自驾游,哪知本该是一场浪漫旅行,却差点无人生还,车子开到一个休息站,女友打算去超市买些零食,小黑则站在车边等她,然而安娜的漂亮脸蛋和好身材,成功引起一个男人的注意。 她尾随安娜进了超市,假装一不小心撞到她,手里的饮料撒了安娜一声,男人非常绅士地不停道歉,还提出帮安娜付款以示歉意,安娜推辞不过便随她去了,她把东西放到柜台,准备去洗手间清理下衣服,却被门口守着的大汉吓了一跳。 安娜赶紧绕开她走进洗手间,清洗完衣服想拿纸巾擦擦,又发现纸没了,刚想去隔间里拿点,一个女人突然推门而出,女人面容憔悴,看着安娜似乎有话要说,却被闯进来的大汉强行带走了,等安娜走出超市,竟然看到小黑被几个混混围殴,幸好一辆警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一名女警,混混们顿时老实了,小黑和安娜也趁机上车离开,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他们没走出多远,就发现后面有人骑着摩托尾随而来,摩托 摩托车迅速逼近他们,男人抬脚就往他们车上踹,还掏出枪对准了他们,小黑猛踩油门想甩开对方,男人却紧追不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小黑嘱咐安娜抓紧 男人摔下山沟生死不知,小黑和安娜趁机加速离开,好好的一场旅行惹了满身晦气,两人心情都有些郁闷,幸好接下来的路程还算顺利,他们终于到达了度假山庄 黄娇也领孤男寡女气氛正好,两人刚准备培养下感情,外面却传来了开门声,小情侣跑到度假山庄谈情说爱,气氛正好的时候却突然传来开门声 小黑郁闷地出去查看,原来是小黑的哥们带着女友来了,不是说好明天才来吗,好好的二人世界又被破坏了,但来都来了也不能把人赶走 只好四个人凑在一起聊天说笑,说着说着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四人却都说不是自己的手机,铃声却是从安娜的包里传出来的 安娜纳闷地走上前拿出手机,可这根本不是她的手机,谁会把手机放在她包里,答案只能从手机里找吗 可当她打开手机,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画面,相册里有很多妙龄少女的照片,画风极其露骨 其中一个女人看起来有些眼熟,安娜使劲回想,这不是在洗手间碰见的那个女人吗 想起对方欲言又止地看着自己,她一定是想向自己求救 于是安娜立即报了警,安娜焦急地等着警方到来,可这时小黑的朋友跟女友吵了起来 女友生气地拖着行李走了,她前脚刚走紧接着门铃声响起,本以为她又回来了 谁知竟是洗手间的那个女人,女人想要回自己的手机 但安娜想到手机里的照片是证据,再加上担心女人的安全,便建议女人先进来再说 可女人却突然变得非常暴躁,见安娜不肯给她手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安娜一行人赶紧追了出去 一转弯却发现前方亮着一排车灯,来人正是在超市故意撞安娜的男人 女人几步跑到男人跟前,说安娜不肯给她手机,但她把安娜骗过来了 男人却毫不犹豫开枪崩了她,男人表示她只要手机,交出手机她不会对几人动手 安娜几人被吓得赶紧往回跑,他们并不全然相信男人的话 小黑朋友找出手枪,打算一个人去跟对方交接,她把手机递给男人想趁机偷袭 结果反被对方干掉,美女被歹徒强硬地拖下车 恰好此时一辆警察开过,安娜本以为自己得救了 却见前面的女警突然打死了同事,直到此时安娜才明白 女警跟歹徒是一伙的,专门拐卖漂亮女孩谋取暴力 安娜被打晕拖走,扔进了一个废弃车厢,里面已经关着几个女孩了 不知过了多久安娜缓缓醒来,这才发现朋友的女友也被抓来了 突然开门声响起,慌乱中安娜摸到一根钢钉,然后闭上眼假装昏迷 眼看安娜被歹徒制住,朋友女友捡起地上的针头 用尽全力扎向歹徒,两人终于合力把歹徒干掉 安娜想带她一起走,可她被折磨得根本站不起来 时间紧迫安娜不敢耽搁,只有她逃出去了其他人才能得救 好在一路上并没有人来抓她,不知走了多久 竟然又回到了那个休息站,她走进超市让收银员帮忙报警 收银员打的却是那个女警的电话 这次安娜长了个心眼,偷偷顺走了收银员的手机 躲在货架后又报了一遍警 很快女警赶到了超市,安娜大大方方地站在她面前 她笃定女警不敢动手,因为超市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女警果然不敢轻举妄动,但她的反应也很快 随便找个罪名就要逮捕安娜,安娜顺从地跟着她往外走 此时大批警车也及时赶到,女警顿时傻眼了 难怪安娜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罪恶滔天的女警落网,安娜捡回了一条命 随之犯罪团伙被剿灭 可怜的女孩们也迎来了光明